接着下来第四场 3T 头关第四场 也是跑中长途 还要5班 1800米 撞大好的马亦有多少 这一组有5只 至于配备转变是三 管之右 今次是除眼罩 跑的 先看看这一只落草地弹杂的聂警追飞 前边那只旺旺神区 加了眼罩就比较急 比较抢口 相对这只聂警追飞 它就文静 顺畅很多 当然报名也跳得好 接着就是这只2号的马主升肺 他都没问题 赢开跑得好 连贯性也好 若说样子 苏惠燕这些都可以 施习名次后 但不是差的 这只就是管之右 他是一些翻步非常立落 有些慢条斯理的马 但他胜在四岁 我想他不是那么水 但现在火候未够 好 接着是甲苑 这种马房的马 那只疑狼流鼻血 好像包尾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周藤王你现在怎么办 这只甲苑很一样 看看这只上次贏了庆晚架 爆了个冷 隔离213 镜头下面走过的那只就是全财 我觉得他神租又不是很起眼 上次突如其来跑得好都算好 金刚石 前面 外面是那只有力 低班马 即是有力 在郑俊铭 其实这只马 都保持得很好 这只马 状态 跑法到时才知道 对不对 接着 无敌精英 隔个星期又见到他 今季已经跑到第七次 这只无敌精英 他当然没什么功夫 内圈存住 这个马房的马 确实值得信赖 好 接着成功升驱 老实说 我神租真的一般 不过上次都一般 跑到第三 看你有没有分众 我觉得马根本没有变过 我确实不选 这只 我也是 看这只生生福运 它是有少少紧的 马脚 跑起上来的动作 它不是太靓 加上路程独孤一尾 只有2000 其他都不行 好 老表省 马牙真是不止这些货跳得很聪明 因为扔到长江城 被他扔住 刚刚扔到口 他走得很好 上一货都跳得漂亮 我不信 梅花间足我不信 没错 真是跳得好 那只老表省刚刚触着一点 好 这只就麻烦点 聂胡者威 因为他麻烦在于他那么强口 增情排外档 如果你留不到 可能就搞乱了些步促 即是一被骑斯跳功夫 就把Jaw Wing拆掉 立即整天马跳都不同了 你再看之前聂胡者威跳 天天漂亮 他的缺货跟电信飞彈差不多 我想那些是真奇问题 应该没问题 来到第四场 五班千大米 这场有很多马银 所以我自己招点立了四个 其实还有马银 要说下去 七号马的无敌精英 这只其实是一些长冲程的马尼尔 看到他跑了很多次 他越来越均速 所以为何他有时要上前 他就是上前 希望早些直路走脱你 去捱 一路跟你捱 一路均速 一路均速 顶到尾 上次可能制御差一点 苏绍费 蹬一下蹬一下 去到后面 结果慢慢扑上来 就拿了第三 潘顿跑这些马 我想不会在后面 都是会上前 旗子十号 老表聖跳得好 这只日日靓 其实我等他跑千八等了很久 因为他其实打风那天 11月初 他已经报千八 后来再跑一场一里 又是追近 我希望看看他跑千八 会不会追得好一点 所以这一组 我觉得有很多马 前面还有两只 聶景追飞 马柱升飞 也是可以想 所以这一组三天 都有些打破 我觉得这一号马 聶景追飞 四班我都觉得他赢得 不过可能他太年轻 还是一只北半球马 但很明显 我记得以前去试泥习 已经用一些蛮劲 他很肯去追马 刚刚日马这次跑泥地 沈集成又有一只跑泥地 吃沙都追得好 大家日后都可以看 聶景追飞的情况 我觉得有些像那只线路青鹰 当然灰马 大家北半球 他要多些时间 去慢慢适应到 而落场里面 他是给你看 用一些蛮劲 他现在都可以跑得好 他有那个潜质在那里 但是不是这场里面爆发到 那你有合理分头 便可以抠 你想想 回处大閘回来的名次后 大閘一定还有 在那里跟着 地有些变化 然后回处时间 慢慢开始榜上 用好师傅去跑 这些几样东西 加上排个档不差 落了班 为何不拼 这些马 我意思是自己去拼 他 不是人家拼不拼 他一定拼 另外七 无敌精英 接着十 老表省 我想老表省 那些马火烧都不热 整天都是这样 但他跳得挺好 我觉得这次赛前 其他就临场再看过 这些组马都有得临 第四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